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富与地产 富与勤美的专案 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我们富与勤美这个个案 我们富与勤美这个基地 它有1400多坪 当时在整个规划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溶积率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在1400多坪的基地里面 我们的房子只盖了480坪 我留了900多坪的空地 跟各位报告 它其实有7个篮球场这么大 其实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小都根的概念 这个建筑外观 它是比较欧洲古典的一个建筑 包括它的线条 包括它的色彩 其实它的基座 然后一直露台 然后成退的一个建筑 不论在白天 不论在晚上 它都展现一个不同的风格 那在整个规划上面 其实我们从安康路这边 我们就退缩了10米进来 那退缩这个10米 其实我们前面就流出了100多坪的一个空地 包括从我们隔壁的巷道 弯进来到我们的大厅 那这个中间我们就让了将近200坪的一个空地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创造我们都市的一个灵源出来 那我们有一千坪左右的一个空地 把四季的花园 把桥木 把大的树木整个种植进来 包括樱花林 那将来我们要赏樱 其实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就可以看得到 那当然这是一个全灵化的一个公共设施 现在我们的空间就是在我们的阅览室 那这边可以妈妈来带着小孩来读书 来阅览 包括小孩子放学回来 可以来这边做功课 包括高龄的这个住户 也可以在这里阅读报章杂志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KTV室 还有健身房 我想这些设施无非就是提供给我们 在枫园地区有个很好的一个住宅品质环境 其实富与建设 我们是七期的建筑团队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七期的一个空间 的一个规划概念 我们带来了枫园 我们也把七期在整个大楼管理的一个软体服务 也带来了我们富与秦美这里面 所以各位都可以看到 我们有很严谨的一个警卫保全 我们也有平常可以看得到清洁人员在穿梭 在各个空间 他为我们做服务 那将来整个的空间 我们都可以规划整个社区总体营造 那在整个产品的规划上面 我们其实是走一个棋子的一个规划 也就是说45平的一个大三房 还有56平的一个大四房 所以在整个建筑规划上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理念 那我们也希望将来在我们整个服务 能够带给风云地区一个口碑 那在这边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广告看板上面 有诉求一个所谓的100万起 能够买我们的四房或者是三房 我们欢迎所有的客人 你来到我们现场 先看看我们的房子 我们的每一位业务人员 会跟你做一个详细的规划 让你很轻松很满意的 能够住进我们赋予秦美这个个案 谢谢